大家好,又是我冬菇 今天我们煮花旗心烏鸡汤 很简单,现在的烏鸡汤很多时候在大陆汤了 其实更好 因为它会在喉咙开洞 水可以由喉咙灌进去 洗得很干净 如果对于洗鸡汤想重温一下 下面有一条网络,可以您按订看看我上次的三堤三放洗鸡实緑 我们这鸡回来用粗盐 粗粗 挤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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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现在这些烏鸡也不会太肥 所以我们做少了很多功夫 但是我建议烏鸡乳鸡连皮一起熬 除非家人有很特别的三高 否则有些鸡皮可以令汤较香 我们平时想喝点汤水 这个花旗心煮烏鸡真的很好 而且喝了之后会好好睡 每个位置都在喉咙底 或者是颈部的底部 这些孔真的帮了很多手 手在这里伸进去 已经可以把鸡肺清理得很干净 这次煮鸡汤也不需要出水 最重要是拿一些好姜 这些姜我通常都放在冰箱里 因为这些姜的质素比较高 不是经常见到街市有得买的 接着用热水沖沖身 我觉得这个效果挺好 令它有些骑离的味道清了 热水也是贯穿鸡肝 由喉咙一直沖到屁股里 现在这个时刻我们先去剪手指甲 这个烏鸡保存祖先的精髓 因为它的皮其实是起割的 大家都明白 它其实是孔龙 我们现在吃孔龙 真的挺不错 为什么我们要把鸡脚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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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通常做鸡脚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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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常剪掉就算了 凍水下煲 今次煲得比较淡 用水多了 但目的是把水盖至大半只鸡 大火煮沸 煮沸 也需要时间 煮沸 就可以收小火 整件事我们预计小火煮45分钟 在中期 有些肥肥 很简单 只要在这里搅拌 看得到 其实它不太吵 因为我没有下猪肉 所以非常简单 就是普通的一只烏鸡汤 很简单 清得很好 差不多半小时 可以加入红组 和有机的红萝卜 有机有机 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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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用来煮好之前的十分钟 就量量量 如果是两个人至三个人的份量 十个g 花旗心 是很足够的 后下 好 等够了 45分钟 开饭 Bon Appetit